各位投票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股市米其林 我是歇文綺 今天是8月9號 今天是禮拜五 也是祝各位週末愉快 這幾天好像可能下午都會下雨 祝各位出去也要注意一下 那當然昨天88節最後的專案 我真的嚇一跳 原本我是想說 最近這一波大家跌下來 可能會虧太多了 不想再花錢 可是出乎我的意料 真的 我昨天我的業務同仁 全部加班到10點11點在那邊 我真的嚇一跳 真的感謝好不好 昨天有相挺 也不要說相挺 就是有願意相信我的投票 真的 因為這一波是誰 下來當然我也跟你講 那我的股票有沒有撐住 有 還是撐得住 對不對 那上去的時候 誰在底下又跟你說 可以動作一些東西 我相信這一路看來的投票 真的趁昨天前天兩天有加入了 真的 接下來好不好 放心的交給文奇我來動作 絕對絕對沒有問題 那當然還沒有好不好 沒有來參加投票 或者是今天新看到的 我的LINE一定要幫我加 為什麼 我今天早上我也去PO那些研究的報告 也是PO在記事本裡面 我LINE裡面的記事本 結果今天就有一支漲停板了 是開高有下來到5%左右 當然很多人不敢追啦 只是我要跟你講 你加我的LINE看到我推薦的東西 最後一次漲停了 好不好 真的我的LINE 小鼠MVP57一定要幫我加進來 小鼠MVP57幫我加進來 好不好 加進來以後 下面在底下有 導播再幫我切一下我這個畫面 小鼠MVP57 還有YT頻道幫我訂閱 有什麼問題好不好 直接在裡面詢問我 那真的 我盤前盤後的訊息你拿到 產業一些訊息你拿到 你去跟著動作 不敢說百分百啦 但是賺的機率很大好不好 LINE小鼠MVP57幫我加進來 持股有什麼問題也一樣 持股有什麼問題一樣 幫我直接留言 因為是我親自跟你回的 美股 好像很可怕的大跌 我昨天還有跟你講 我昨天的節目 只有廢半跌3% 其他都0.7 0.6 1% 沒有真的沒有很多 你們不要覺得 跌200點好像很多 那今天呢 對不對 昨天晚上呢 全部回來 1%多2%多2%多 廢半漲幾% 快要7% 前一天跌3%好像很多 今天快7% 好市場又樂觀了 對不對 當然又講又放歌 又再放 其實我講 聯準會這個東西就是這樣 好不好你不要管 有拉回你就買 我一直講一直講 好回答又漲對不對 又大漲台積 台積ADI也大漲 好我怎麼講的對不對 我怎麼說 你們不用去擔心 那最主要最主要 昨天你說大漲因為什麼 因為這個嘛 美國失業嘛 又在失業的問題 好那我先講台積ADI已經回到 快要站到所有均線上了 你說這禮拜很恐怖 上禮拜五禮拜一 上禮拜五跟這禮拜一這樣跌 同朋友台積電ADI又繼續漲上來了 你們又快要均線上 所以你們不要又覺得 好像又世界末路怎麼樣了 揮辣昨天跌5%多吧 今天是不是又漲 又漲回來了 真的不用太擔心 不用太擔心 最主要最主要你說昨天漲 因為很多人去講 當然我不認為是只有這個原因 每的出失業的人數又大減 同朋友我真的真的我要跟你們去講 在半年前 在年初啦 全世界都希望失業人口升高 為什麼 你失業人口越多才有可能去降息 全世界分析師那個時候 前幾個月全部再跟你說 最好經濟數據不好 失業率最好上升 通膨當然他們是希望要下降 為什麼 因為才會去降息 是不是 全世界現在很多人去講 從25萬24萬 現在降到23萬 結果現在大家在高興 為什麼 因為覺得經濟數據變好 可是經濟數據變好是不是又不要降息了 投票你會不會去想這個問題 很多人就跟你說 因為要降息 所以經濟數據最好爛一點 可是呢 現在反應過來 經濟數據那麼爛 股票跌啊 股票跌啊 很多人要去跟你care這個東西 我自己啦 好不好 現在是真的 我一直也跟你們講 當然這一波下跌太深了 殺得乾淨了 那這一波這樣子 我講升降息 你真的不用再這麼的擔心 那這些經濟數據 在我看來也差不多就在這附近 為什麼 因為真的跌得夠深了嘛 你覺得跌不夠深嗎 這一波這樣下來真的夠 因為這是多頭的修正 我從來都不認為說要變空頭 我講真的 我這兩天還有聽到有分析師 在開始講說他轉空了 他說他做空欸 我請問昨天做空今天被嘎死 今天整個被嘎死 不是嗎 不是嗎 我的標號 我這兩張圖我相信我放很久 有看的都知道 這是我放兩張字卡放最久的 那當然除了這個好不好 除了這個開頭的以外 這兩張字卡我放最久 因為升息降息關係拉回買就對了 有沒有 我有沒有一直強調 升息降息關係拉回買就對了 大家都覺得要降息 股票會漲 可是會降息代表景氣不好 所以景氣不好就是經濟數據不好 那為什麼現在開始 大家又覺得怎麼樣 又在覺得這個東西 失業率人數不要增太多 失業率不要太高 怎麼會變這樣 那可是之前前幾個月前 大家分析是不是這樣跟你說 他們只是覺得 最好經濟數據不好 通膨下降 因為這樣會降息 每個人都這樣講 那只有我啦 這個字卡我做多久了 我做多久了 對不對 包括 其實大家都一樣會去找理由 這一波跌的理由是什麼 你說美國 經濟不好 經濟數據不好 財報不好 總統選舉亂了 還有因為戰爭啦 美國的東西 那最後面變什麼 變日本 現在在那邊講 那回過頭 日本也是因為什麼 要升降息的關係 一下升太快 升太快也不行了 結果 現在全部在怪是日本的關係 那當然現在日本說 不升了 所以好像又緩和了 對不對 那我講真的現在不管怎麼樣 我再重複一次 就是這樣 就是要 都是股票漲 拉回就是買 我講太多次了 真的講到我自己也不想講 那跌到怎麼樣 基本面無用武嘛 跌成這樣嘛 恐慌成這樣嘛 那所以這兩天是不是財報又出來 我必須講真的新聞 今天的新聞這些出來 哇又在財報怎麼樣 又在蘋果 我不是要帶你們去看了 我只要跟你講一個觀念 大方向我看對沒錯就好 中間怎麼震盪一定會震盪 你漲多就是會拉回 還有怪外資空單 好 你怪外資空單 那最近是不是開始減 到昨天也在減 對不對 空單也持續在減 好那減完了呢 外資一樣就是繼續做 做什麼 往多的地方做 所以不用太擔心 不用太擔心 好不好 我講真的 超跌後行情就是超你想像 我們經歷什麼 最黑暗的都已經過了 接下來迎接的就是最光明的 好不用太擔心 今天注意這個新聞在頭版 總統 因為換一個新的總統 當然顏色是一樣 可是真的他在談 好像已經不完全好不好 是要非核了 好不好 這個我覺得啦 要注意觀察 因為這也不是他們一天兩天 討論就能決定 如果開始真的沒有堅持非核 哇 那能源股什麼 要重新洗牌一次 好這我先講在前面 可能會洗牌了 好出口也連酒紅啊 好不好 還是很好嗎 都沒有還是很好嘛 不用太擔心啦 出口都還是很好 所以我真的認為沒有什麼問題 那升降息你也不用管 反正有拉回你要買 那市場一堆理由什麼的 好還有今天 剛剛早上我記得又看到什麼 以色列同意恢復加薩停火談判 所以伊朗考慮取消報復行動 對不對 今天新聞早上有這個東西 本來又講戰爭 那現在好像又不要打 伊朗又不報復了 同朋友那做空的人怎麼辦 很多人去講 這些東西衍生出來 衍生出來就是故意的 我自己也認為有一些劇本在 就是要去嚇大家 嚇大家 嚇這一波 真的我也沒想到跌這麼深 我原本想說跌在這裡差不多 所以我才有一天我的標題是用 底部完全命中 結果沒想到又大跌了兩天三天 同朋友我再跟你們講一件事 這是禮拜五 這是禮拜一 好 這是禮拜二 有沒有一樣的感覺 跟我前面買台積買紅海 我進場買點位一樣 禮拜五嚇你們 禮拜五嚇你們 禮拜一再跌一天 然後禮拜二殺下去最低 禮拜二十點前嘛對不對 又回到一樣了 十點前殺下去最低 然後開始一路談 所以為什麼禮拜二我敢去買玉金光 就是這樣 七號我進去買 我是隔天 我隔天進去買 因為我就知道下去最底部了 一樣啊 上次我介入台積紅海也是嘛 禮拜五禮拜一 然後禮拜二下去十點開始談 一樣的道理 是不是一模一樣 禮拜五禮拜一禮拜二下去最深 上來 好我這跟你們講啊 最近這一波修正都是這樣在修理人 都是這樣修理人 所以你們要記住啊 禮拜五禮拜一 禮拜二最低下來 這跟你們說都沒關係 交個朋友都好 好很常這樣子在洗各位 為什麼禮拜五下殺完 下殺完 那每股開也是開低嘛 然後六日大家都擔心擔心擔心 然後禮拜一又再下殺一次 大家就哇恐慌的心情 我也很確定為什麼是底部 我自己身邊的朋友 也在禮拜一禮拜二去殺股票 所以我自己知道最低啦 真的有些大戶 這一波好幾千萬這樣輸 那你說輸完以後呢 他們這兩天有沒有動作 有 他們還是接回來一些股票 至少補一些回來了嘛 那如果這一波再上來 至少啦 至少能賺 是我講 我昨天就有講 很多人是說這一波 這樣下來 把今年賺的都虧掉了 很多這樣的人 這一波下來 把今年賺的全部虧掉 這一波上來的 今年 今年 今年這樣一月這邊開始上來 這一波就全部塗光光 全部塗光光 有欸有這種人欸 還不少欸 怎麼會這樣 那可是呢 跌到這邊來 你們真的殺錯的人 這邊要回來敢介入 不敢介入 那前面你賺的全部白虧啊 這一波要敢介入 好不好 要敢介入 好我等等會講 為什麼會這樣肯定 那當然台積紅海 我覺得不用再講太多 為什麼 當然全部新聞出來 8月6號 基本面無用武之地 最低了以後 8月6號 8月6號 這一天啊 投票就是這一天啊 就是這一天啊 新聞就是這樣寫 最低啊 基本面無用武之地啊 8月6號這一天 禮拜二 然後開始一路攤攤攤 昨天也是跌 好那我也講了 不一定 說 到底是V型還是W 最近大家又要去爭這個 投票 爭這個到底有什麼好處 你就算W就算V型 好了 重點是你要敢做 W也是下來你更好買 那V型呢 如果V型一上 那你為什麼這裡不敢追高 你這裡追高V型上去 明天下禮拜都是繼續創高 你為什麼今天不敢追 所以不要去爭什麼W或V型 你W下來更好買嘛 OK 那上去一樣賺 那你V型 如果真的V 下禮拜VVV連五紅好了 下禮拜連五紅 那你今天怎樣買 下禮拜都賺了 所以不用去爭這個 不用去爭這個 重點怎麼動作 好不好 怎麼動作才是對的 好我也講 昨天我直跌了 我最近一直在講 蹲的越低跳的越高 應該有 你蹲下去越低 這一波跳越高 好不好 無差別下差 融資了你怎麼辦 不要用融資做 你要融資 好我講 至少這一波用 現在可以用 你不要高點去用 跌下來這裡 你要用 用一點 可是當然我還是不建議 好不好 我也講真的 台積紅海前天漲完 昨天休息 那我昨天還在講 好不好 我還在講 要動作 你不做沒有機會 果不想今天 其實今天尾盤 我看有些股票是收下來的 今天其實漲了七八趴 很多又收下來 可是台積呢 還在拉尾盤 現在933 最高933 還在拉尾盤 還在拉 紅海也不錯 對不對 那可是你們敢不敢動作 好不好 我真的希望 別忘記這些跌勢結束之後 我禮拜天就講了 禮拜天喔 上禮拜天 跌勢結束 都還會再回到多頭 並且再度創歷史新高 我8月4號我這樣講 這禮拜啊 很多人當然禮拜一禮拜二跌啦 禮拜禮拜二跌 可是跌完有沒有開始 禮拜一禮拜二跌完 有沒有開始上了 那如果站上來 台積是率先喔 他比大盤表現好喔 投票朋友 他比大盤表現好 他如果站上去 就大概回到多少 980 他可能就回上去了 他回去以後 如果破1000 市場又再去傳 台積多好 怎樣怎樣 漲價對不對 今天聽到一堆又在講漲價 那漲價的事不是早就知道了嗎 早就知道了 早就知道要漲價 我會講 首選 8月6號最低的時候 外資開始又在那邊講首選 有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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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漲價的東西早就知道了嘛 這個我也早就秀過給你們看了嘛對不對 漲價 晶圓都要漲3到4% 手機的明年 總體明年報價漲5% 7月8號我也就跟你們講 這當然大家都曉得 可是在跌的時候 這些東西全部拋開腦後 COVAS很好 設備股很好 供應鏈很好 可是大家全部拋在腦後 對不對 鴻海最近這樣跌 當然外資最近賣 鴻海線型沒有到那麼漂亮 大家會擔心 大家會擔心 外資還在連賣 會擔心 可是有再破底了 禮拜二最低點我破嗎 好像沒有 也沒有再破嘛 當然線比較慢 那可是真的還是有些東西看好 昨天8月8號禮拜四 好我怎麼說的 今天不只全子股跌 連中小型個股很多也拉回 昨天嘛 全子股跌 財經跌二十幾塊吧 我一直強調租金輪動 會不會明天又換全子股動起來 可以觀察 我昨天在我裡面這樣講 當然重點是你手上有沒有股票 真的要太弱留強 這一波有些很弱的 有些很弱的 你要真的要換 你不要去覺得還會漲 那我舉個例子 今天有一檔跌停啦 今天光盛跌停 有沒有光盛跌 早上還漲到快7%8% 下來快20% 今天這樣 如果今天這邊買的你怎麼辦 今天跌停 我必須講 很弱沒錯 可是 同朋友你去看這線型 這樣很弱嗎 今天跌停沒錯 這線型有很弱嗎 我不要去講分析什麼 你們自己去看線型啦 今天跌停 跌停的股票今天線型長這樣 你覺得它很弱嗎 你自己去想一下就好 好不好 開始出量 出量跌停有人在接 新聞出來 啊 就去想越減欸對不對 上個月是5.88 然後6月5.88 7月份5.46 欸少一點欸 可是還是年增欸 投票你要去想 年增100多%的東西 代表什麼 他之前 以前的業績 他營收就是1-2億左右吧 2-3億 現在已經拉到4億 5億了 5億了 所以已經到這 所以他現在在這裡整理 可能要回歸也好 300多塊整理完 他如果後面訂單再來 所以我一直講矽光子 CPU這一塊不要放過 好沒關係跌停啦 再看著好不好 可以再觀察 有些東西啦 可以再觀察 好那 那就是還是要 我還是要再講一次 很多人在講 Breakwell GP200 B200也好 延後 延後了 沒錯 昨天我也講都證實了 美超委也講嘛 委員也在講要延後 延後兩個禮拜 一個月 我覺得都沒關係了 為什麼 因為他本來就不是 第三季要出來的 投票你們要曉得 本來就是預估第四季出來 他在第三季的時候發現有錯 趕快修正 所以你們會知道 這兩天其實 輝達真的沒有什麼消息 他們也不去回應 因為他們現在加緊在用工 加緊在認真去修改 跟他們的供應商 好哪幾家供應商 要去修正這些東西 所以你不要認為好像 當然這幾天 今天這樣漲起來 這些利空又沒了 又沒人再提了 只有我在提 好不好 真的 後面真的我們可以再繼續看 還是好 AI這些東西都好 因為他真的GPU這樣出來 H100 A100 現在B200 B100要出來 GP200要出來 這些東西真的 這些大的科技龍頭 都還是一直在買 一直在買 那你覺得會不好嗎 我不認為 那輝達可以那麼好 他主要代工就台積嘛 那台積也不是自己吃下來 他擠下其他的分裝 封裝廠 測試廠 你覺得會不好嗎 供應鏈會不好嗎 沒有那麼差啦 有些東西我一直留 那台大電也不錯嘛 是不是今天其實最高點 有回到均線上 然後尾盤有點收下來 可是有回到均線上 好耶 這好股票 我一直提嘛 金像電 今天尾盤也收下來 可是他的線型 朋友 他的線型這一波你說有跌到 馬上修正回來 今天也是佔上所有均線 收下來沒錯 可是今天高是 又回到均線上 要找這種股票啊 要找這種股票 齊紅雙紅今天很強 好今天很強 對不對 那我是不是跟你提 齊紅雙紅我現在看好 我覺得還是齊紅比較好 看今天雙紅 也漲啦 可是線型 再跟齊紅比 齊紅至少比較漂亮 率先要先上去嘛 雙紅可能沒有那麼快 當然兩個一起漲了 我也不是說不好 今天也是大漲 好不好 開始好不好 底部 我認為這邊真的啦 其實後來我想一想 他是從多少 八九八百多塊 朋友 從八百多塊 八百塊回到四百多塊 快要腰斬 四成耶 九百塊 九六五跌到四百八 這個就是要腰斬 那這裡去買它撿它 當然你說回歸本益 回歸EPS完 後面怎麼估 再怎麼估一定都是賺錢 所以真的可以撿一些便宜 這裡要趕動作 不趕沒有機會 好吧真的 你說八月五號在講這個 現在也是在 在修正嘛 修正好了就好了嘛 因為是第四季 不是說現在第三季 馬上要出的東西 發現錯誤 第四季要出的東西 現在發現 還有時間修改 搞不好真的修改好 搞不好改到設計晶片越來越簡單 做的速度越快 搞不好變利多 搞不好變利多 你們不要覺得好像就完全利空啊 不要覺得就利空好不好 不用太擔心啊 華碩也在提嘛 好 我講這幾支 我一直認為華碩是最好的 對不對 那你說鴻基 今天財報出來很好啊 還跌 還跌 技嘉今天漲 可是現行呢 投票你去講一下現行 那我覺得微信還好一點 微信還好一點 今天漲 那當然我說最看好的 還是看華碩嘛 已經站上所有均線上了 已經站上去了 要找 現在就要找這種股票 那當然有些跌那麼深 還沒反彈 你說要去找落後補漲 有 可是時間要比較久 我反而覺得去找一些強勢的 會比較好做 有沒有 下去 上來速度比較快 川普當然最近新聞也很多嘛 可是好像也不太好耶 可是有沒有 要挑戰這個 會不會上去 可以看著 可以看著 通常這種低點不太會破了 好 金像電 好就再講一次嘛 站上去了 8月8號今天的 昨天的 好 那翔碩呢 投票今天翔碩有沒有大漲 我記得我有提吧 翔碩有沒有大漲 線行很醜耶 我昨天怎麼講 當然長線題材 這個做長線 那個底應該也破不掉了 這邊底破不掉 長線可以 今天就這樣 今天就一根 今天算一根吧 對不對 那我是不是前面還有提 紅碩 昨天這些跌 大支的跌 紅碩啊 然後 嘉澤啊 跌 今天都大漲 今天都大漲 好 這隻也大漲 帽連也大漲 好 建測 今天也漲 昨天都跌 我昨天是不是也講 昨天跌 結果今天都是漲 好不好 還是可以再看啦 那台光電 我其實最近這一波真的 有沒有站上來均線 今天跌喔 那可是有沒有 最高有沒有站回來均線 現在要找 你要找這種東西 要找這種東西 找這種東西 才會 才會穩啊 阿信華呢 同票有沒有站上來 有啦 好 我挑的股票我相信真的都OK啦 那比較高價真的 你有資金的也來找我 不要說老師你都做小支同盤股 高價我很有興趣啦 都有在 帶自己的清貸都有動作 高價股好不好 像8月6號在講 真的有沒有站上來 有 好 8月6號在這裡 8月6號我提嘛 這一根桌 前天嘛 蹦蹦蹦 上來 均線上 好最後收跌啊 沒關係 好 不是只有看那麼短嗎 這是我操作 連用 其實我有在提他 可是 好不好 看法分歧啦 再觀察 這支 我就覺得要再觀察 會不會跳比較慢 可是也是可以再觀察 好 那這今天的 同學這今天早 所以我說我的LINE 一定要加2449 晶圓店 今天漲停板 我LINE早上我就發了 我就傳了 我就傳上去了 看齁 今天有沒有可以讓你買 有 買的人今天漲停板 好 華碩再講一次 好不好 又再提 M31 好 又再提有沒有上去 有 很低喔 會不會 當然這還沒漲 感覺很弱 會不會再上去 可以觀察 好 見頂 開高下來 來 有沒有線型有沒有算強 應該有啦 應該有啦 這沒什麼跌到的股票 宏傑科反而就是降目標 可是降了 今天反而是漲 有時候 那你要去講這 怎麼會這樣 是出貨嗎 什麼的 再觀察 這支我覺得就在觀察 那 郁星光 投票 今天也跌 那我相信跟我會員都知道我怎麼做 然後搶 你說去搶嗎 沒錯搶5% 再漲個2-3% 好 今天怎麼 怎麼做你可以 好 那問不到我會員 可是我可以跟你說 短線 我有短線的做法 好不好 真的我希望真的來跟我動作 有些東西 可以幫我盡量幫 好 星漢 也是很強 開始也是很強 底部有沒有 一波 有吧 那協議機呢 有沒有 協議機今天有沒有夠強 又佔回所有均線 老師你爆下去 又爆上來 這就是 我選股票可以這樣 可以這樣 精彩 老師你這邊也好像要爆下去 有沒有再上來 有沒有再上來 有 我挑得到 我挑得到 你說這一波 大跌我們好像 沒什麼受傷嗎 當然也不能這樣講 神盾 下來 同朋友 下來 今天繼續漲 那當然我講 我現在一直在看一些很強的股票 強勢股 站上所有均線股票 你要敢做 那跌下來的股票怎麼做 好不好 來問我 有些東西還是要挑 可是 真的我覺得我有辦法啦 保護我的會員 那底部又敢接進去做 我講很多人說 被老師 不要說詐騙 就是做不好 之前老師跟我說會帶進帶出 結果呢 結果有沒有 我講這我新會員 新會員進來 我比較會去問一下你們怎麼做 新的會員進來 預計官員有沒有買 沒有 對不對 說沒有買的 那我也沒辦法 可是至少是我會員 那我還有講這個嘛 謝謝文綺老師的關心 我手中股票有漲停 雖然漲停 可是沒什麼感覺 今天 他參加辦好 昨天啦 應該算昨天跟我聯絡 辦好 很多啦 我是隨便拿一個例子出來 那股票真的有問題好不好 也都來問 這早上也是問 裡面六檔一直賺錢 盟利賺其他都賠 怎麼會這樣 你們自己做都這樣 這個虧更多 我講很多虧的 那投票真的 我希望股票有問題來問我 那今天真的 我說超跌後好不好 經歷最黑暗的時刻 迎來的就是最光明的 亂世出英雄 投票五六日 亂世啦 真的是英雄要出來 這一波這樣亂世啦 應該算亂世啦 我找到一隻了好不好 我會帶你們這樣 我講站在巨人街馬上 因為他站上所有的軍線上面 這隻股票好不好 我希望讓你們飛 怎麼樣讓你們飛 你們資產啦 絕對讓你們 怎麼樣 可以飛起來 一定可以把虧的 我不要說你們賺多少 至少把虧的都能弄回來 都賺回來 好不好 這一隻股票亂世英雄 亂世真的出英雄 我希望你們一定要有 真的 來電好不好 022564366 或者是加我LINE 留言姓名加聯絡電話 這隻股票 5666 禮拜一我們一起進場 一起動作 真的我小鼠 LINE小鼠NP57 幫我加進來 我希望你們真的 不要覺得盤跌下來 就不好 這一波 沒有什麼受傷 還能賺錢 好不好 經歷最黑暗的時刻 迎來的就是 最光明的時刻 這一隻亂世英雄 我會帶你 站上巨人肩膀 你們資產一定會飛 好不好 希望你們可以動作 下禮拜我們一起動作 好 祝各位操作愉快 我們下禮拜再見 謝謝